内政部长李耀昌与民进党金融市立委候选人郑文庭 部分区立委候选人王振旭 在清安宫主委同时也是国社顾问童勇 及金融市议会议长同志委与多位党籍议员陪同下 向金融市区信仰中心清安宫妈祖前程上香 在选前最后关头 李耀昌再次回到故乡为郑文庭辅选 希望在金融妈的加持 与自己过去在金融八年推动建设的成果 能协助党籍候选人获得更多市民肯定支持 清安宫是金融的信仰中心 所以在选程三天 我们还是回到清安宫跟妈祖来祈求 赖金融总统还有我们所有的候选人 都能够顺利的高票当选 同时我等一下也会陪同郑文庭 还有包括我们的王医师车队扫街 希望在最后的阶段再争取所有选民 大家的一个认同跟支持 再次呼吁 希望能够所有金融市民正亮眼睛 集中选票支持郑文庭 还有我们的赖金德总统 让金融的未来的发展 能够在这个总统的一个加持之下 然后在立委的一个帮忙之下 继续往前走 对于林优昌部长多次返乡辅选 陪同扫街败票 周文庭非常感谢 有呼吁金融市民支持和大家一样 出身平民 没有政治家族利益 因为我们非常坚定的要为台湾的自由民主 以及国家的安全继续来守护台湾 那过去我们金融有林优昌市长的一个建设 让金融人找回荣光 换了一个公子当市长之后 我们金融马上市政调车尾 未来金融绝对不需要再一个公子来当立委 拜托大家一定要支持来自基层 来自平凡家庭的郑文庭 才能够照顾所有的金融市民朋友 另外针对国防部首次对中国发射卫星 发送国家级警报 在选前四天的民侃时刻引起争议 林优昌表示任何警报都有它的必要性 主要是提醒民众 虽然一开始讯息有点小错误 不过国防部已经及时修正 所以他还是支持肯定国防部的做法 任何的一个情报 其实都有它的一个必要性 因为台湾面临的是一个 这个多样态的一种威胁 所以我想第一个基本上是肯定 昨天国防部所发布的这个 紧急的一个情报 我想这也是提醒民众 那高空的一个 不管是发射什么 只要是经过这个我们的一个上空 他万一如果是故障掉落下来的话 还是又会有发生相关的一个危险 当然在第一次的这个发放的里面 讯息上面有一点点小错误 那不过国防部也已经很诚恳的 去做了一个致歉的一个回应 我想这样子一个态度 基本上是应该肯定 那有一些小恰致 我想就立即把它做这个改正 那我想这一点 还是应该值得支持跟肯定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